马来西亚首相安华展开访问中国行程 从3月29号开始到4月1号星期六晚上正式结束 针对他首次访华之旅 两国同意在政治、贸易和投资领域展开深入合作 安华再次强调他的首次访华之旅将会为大马带来很大的益处 访问行程硕果累累 其中就包括创纪录的投资 安华在马中商户论坛上 建政马中两国企业签署的19份谅解备忘录 获得1700亿令吉的投资承诺 此外安华与中国国务院总理米强举行双边会谈后 共同建政两国部长签署的关于经贸合作 农业研究和农业出口的三份备忘录 配合两国在今年迎来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 以及在明年迎来建交50周年 安华也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和中国总理米强到访马来西亚 并预计他们很大可能会在明年访马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研究目 坚中心 Intelligence 研究⇒ 研究技术 研究 研究 研究